你的手可以写字 写字 你是用右手 右手写字 还是用左手写字 Mina是用右手写字 还是用左手写字 我是用右手写字 右手 用右边的手 所以你写就是 比如说我写中文 我用右手写字 写中文 可是如果用左手写字 左手好像不能写字 左手不能写字 右手可以写字 Mina是用右手写字 对 我是用右手写字 左手写字 其实才会不好看 那一个手 一个手有几个手指头 一二三四五五个 五个手指头 这个 这个是 大拇指 那这个呢 十指 十指 那这个呢 中 中 中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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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个呢 小指 三二十五个手指 中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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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五个手指 中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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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拇指 左手 中指 鞋 鞋 中指 中指 鞋 用棋 食指可以挖鼻孔 挖耳朵 那中指可以罵人 無名指可以戴戒指 有人說無名指女生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 插口紅 女生用無名指插口紅 小指 小指可以做什麼 不知道 可以跟大家打勾勾 可以說 我今天晚上七點要上課 打勾勾 只有五個手指可以做的事情 只有五個手指可以做的事情 謝謝 謝謝 小指 小指